詞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他是只看記憶不看成績 就很怕我在學歷上面跟不上人家 可是我在專業科目上面 我相信我應該是可以教導他們的 大家好我是江啟慧 我今年18歲 畢業於淡水商工 參加全國技藝競賽 榮獲造園景觀職種 競手第一名 靠著這個成績 保送了台大園藝技景觀學系 那時候我進園藝的時候 我根本就不知道有造園景觀這個東西 然後我們升到二年級的時候 就有造園景觀 然後那時候一接觸施工 然後再接觸設計師 我就啊 就是他了 我這輩子也要做的事 他呢就是屬於一個 蚊子femme喜歡他的一個體質 蚊子怎麼樣都去咬他 就是他全身就是幾乎都是蚊子 都咬他然後他全部一堆一堆都紅紅的 剛開始的時候啊 就是他 他就是那個時候戴了一個眼鏡 他就是有點像那種 黑框老師 對 黑框老師 然後會帶那種比較尖的那種 看起來就很兇 跟他熟了以後 不然他是一個蠻好相處的人 就是很搞笑這樣 然後也讓他有趣 我們教學說 有時候會說 啊你怎麼長這樣 就是讓他長好一點這樣 就是你不要 你爭氣一點長好看一點這樣 會長高啊拜託 對 會長高一點 那我的爸爸是農夫 我媽是做電子代工 我爸爸是台灣人 我媽是印尼人 爸爸是種樹 他是賣那種景觀樹 然後我們家把就一塊地 然後我就會在旁邊玩水 然後爸爸就會在旁邊種植物 有時候玩水玩就不要了 就會去幫他玩 就是玩他的東西 然後玩久玩就覺得 其實也沒有不好玩啊 然後太陽也曬習慣了 結果對園液也有興趣 除了喜歡園液 我從小也對方後來有興趣 那造園景觀就是兩個都結合的東西 因為他們這個年紀其實 比較 對他們倆比較困難的是 設計構想 就是說他們知道這些 設計需要注意的事情 可是要他們用 他們的文字描述出來 然後讓他是有吸引人的 這件事情對他們來講 是會比較有難度的 他其實從一年級入學的時候 他就是蠻有天分的小孩 對 設計天分以外 大概就是他的個性 是比較替別人著想 比較貼心的 像我們在設計一些 一些老人院啊 的一些庭園設計的時候 他會把一些園液治療的概念放進去 人家都比較喜歡自然的 親近大自然 所以就是這種自然風 我安排就是不會落葉的植物 然後比較低矮 然後還有園液治療的香草植物 你不會落葉的植物 就是可以減少一些打掃的麻煩 那照顧的人就不用一直去打掃 然後他就可以專心照顧老人 然後低矮的植物的話 有時候那些推輪椅的人 你就可以稍微摸摸植物 然後香草耳的話 就是讓他們可以 有時候偶爾玩一下之類的 就是讓他們觸摸啊 聞一下香氣 刺激他們的嗅覺 觸覺 比賽的時候是兩個小時要畫完圖 然後做設計 那其實兩個小時要思考很多東西 是對他們而言是有點困難的 你要把你的課業放在一邊 你要專心練你的選手 我們那時候是二下 然後山上的時候練習 那我就是二下到山上 我就是所有工家直接請半年 然後就都在選手室關在那邊練習 就是如果投入一件事情的話 還是一心一意的去做 就會把所有做完美的樣子 比較龜毛一點 完美主義者 他準備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超冷 就是每天在那邊畫圖 每天畫好多長 然後他是造圓 就是很用心在那邊去做 在園藝科的學生來說呢 造圓施工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專業能力 比較講求的是你的腦袋要活用 那我們在施工的話 主要就是說 你可以按照圖面來進行一個施工的動作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技能 其實施工最要求的就是 做出來的硬體是平的 然後植栽重是好看的 磚頭可能稍微歪一點就都不行了 就會被扣分 所以要做到就是一句就是 然後出重的話就是 半水泥搬這種石頭會覺得很重 一個題目就只有一個人而已 不會有任何人來幫你 所以所有的磚頭都是要自己看自己翻 東西真的超重 可是男生可以這樣子 然後就走 然後就走 就是中了要死 然後還要幫很多的糖 他會找到然後也會晚推 所以他是一個很標準的 非常刻骨耐勞的學生這樣 如果你沒有特別去看他的資料的話 你不會發現他是新二代的孩子 那在我們 在當老師這一塊我覺得 其實新二代的孩子 就是跟一般的小孩沒什麼問題 太大的區別 都是一樣天真樂觀這樣 善良這樣 媽媽常常會帶我回去印尼 就是找我的姐姐 然後她的親戚朋友玩 然後我覺得我的視野比一般人 就是比一些城市小孩 可能還要再開闊一些 因為我不是只有待在台灣一個國家 我還會去印尼 有時候一代就是一兩個月 就是可以看到那邊不同的文化 靠著這個成績 包送了台大園藝記景觀學系 因為我不是從北藝女威的建中 就是考試上去了 我的管道比較特別 是特殊選菜 他是只看記憶 不看成績 就很怕我在學歷上面跟不上人家 可是我在專業科目上面 我相信我應該也是可以教導他們的 就是我可以教導他們 這是廣告 我相信我不是在學校的 是因為我沒有人家 我可以教導他們 在學校的那些年齡 當然是在學校的 我可以教導他們 就是我去的 我可以教導他們 就在學校的